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現在只有帥哥沒你好辣醫師團 檢查結果讓人好放心 殊不知疾病在體內蠢蠢欲動 今天好辣醫師團要來告訴你 沒症狀的健康表象下 藏著哪些致命危機呢 三位藝人又有哪些可怕經歷呢 大家常常會做身體檢查 就抱著一個檢查 沒紅字就全部Pass過關了 就等於身體沒事了嗎 這種心態是不可取的 但你要知道 有時候數字是正常 只代表是表象 欺視你的健康已經是生病的 心電圖正常不代表心臟沒事 那我們家藝科其實最常做的 就是體檢 很多人拿體檢報告來給我看 那通常心電圖沒事 而我們會比較多解釋的 會有兩種人 一種是他真的沒事 可是他就說我要再檢查 我覺得我有問題 我常常在這邊悶 我在一個診所看診 他在診所做完 那我在榮總也在看診 他跑到榮總來 他說你們榮總做的 可能比較準吧 要求再檢查一次 我說先生 你其實整個生活型態都很好 抽血都很正常 你的所有的風險指標都不高 心電圖沒事 就應該是沒事 你那個悶 有可能只是心臟肌肉 就是胸口肌肉的問題 你的運動也許做得太多了 這種是過度緊張的人 那有一種是這樣 來的時候 你明明看他就是一百多公斤 血糖很高 層脂肪很高 最近明明他去 大概去年他做過一次 這個支架 做完之後就好了 然後心電圖檢查起來也正常 我就說你從去年到現在 體重又增加了五公斤 血糖都沒有控制 他說我心電圖會正常 我說心電圖正常 只是代表你這十秒鐘是正常的 你說現在還有沒有胸悶 我做過支架之後也沒有胸悶 我病治好了 可是我說如果你這樣子 就以為你好了 你那個支架做完 還會再阻塞 你還可能還需要再做支架 所以心電圖正常 不代表你就完全正常 如果你其他的風險指標 都不改善 所以我們其實碰到這兩種病人 都要花很多時間來解決 在我們心臟科 其實心肌梗塞 心血管阻塞 這是一大部分 另外還有一部分 是所謂的心率不整 也有可能心電圖看起來是正常的 有一些心肌梗塞患者 他其實是長期因為三高的問題 那長期下來 其實他血管品質都已經很不好 一般這種心電圖正常 而產生心肌梗塞的病人 他大部分都是心血管 三條都已經阻塞了 可是你說阻塞那麼嚴重 為什麼心電圖會正常呢 這時候它是產生所謂的 測肢循環 就是說它有一些微細的小血管 增生來幫助它 導致你的心電圖 各位要知道心電圖其實是代表 心臟的電氣所發出來的一個波形 那它有一些小血管供應的時候 當你這個人 他沒有什麼太大的活動 他可能坐在那邊 躺在那邊 那心電圖看起來 不會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不是 你三條都堵塞也不用檢查 他一定是你受不了的 它堵塞不是百分之一百堵塞 它可能百分之八十 九十 可是它有些小血管 它有一些會幫忙 人不會不舒服嗎 所以我們診斷心肌梗塞 其實有記得大要素 第一個是症狀 你一定要 那假設你今天心電圖是正常 可是你 我們就像剛剛松醫師講 我們評估它是高風險群 這時候就要靠另外一個 叫做 心肌酵素 就是心肌梗塞指標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依據 醫師就必須依據這個心肌酵素酶 來做一個判定 前兩天我跟一個日本導遊朋友來聊天 他說前一陣子發生什麼事 看他很健康 活蹦亂跳 在車上他還可以唱歌三四十分鐘 反正是非常非常 很厲害的導遊就對了 外表看起來都很健康 他說你知道我發生什麼事嗎 我說什麼事 他說前兩天去檢查 說量血壓 一量兩百多 兩百多 然後人家問他有不舒服 他說沒有啊 你吃什麼 都吃肉那些 他說那你現在應該回家 把這個東西整理整理去住院 他說可是我們明天要出團 你知道嗎 你還出團耶 他沒有感覺 他也沒頭暈喔 對 他沒有量過血壓 所以當天還量三台 就這個機器壞了 又拿第二台 總共量三台都兩百多 所以確定他是兩百多 那像這種情況 他又繼續帶團 可是他就一直在帶團 他回來沒幾天又帶團 他終於有一天會發生死亡 會突然倒下去對不對 對 像昨天就有一個病人 就是這樣他就是也很年輕 四十幾歲而已 然後他就是高血壓 但不治療 因為他沒有不舒服 結果他來的時候 是直接 而且他剝得很慘 就是最怕的就是 他從心臟一出來 一直主動賣玻璃 到大腿這裡都是 所以他中間 所有的器官都會壞掉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跟家屬說 最好的狀況就是他命回來 但是他要洗腎 因為他連進到腎臟的那個血管 都被剝掉了 都血都過不去了 所以做這幾個事要告訴你 隨時要警惕 尤其像不量血壓是很糟的 對 其實他那個已經是 高血壓的病發症 高血壓到最後什麼中風 心肌梗塞 腎臟壞 那都已經是病發症 我們就是說我們過了 一定的40歲之後 你要經常的量血壓 因為很多很多都沒有症狀 大概160 170 都完全沒有症狀 所以還是要靠量血壓 沒症狀反而是恐怖的 一旦發作起來就倒下去 就好像長期在吃高血壓 突然有兩天沒帶高血壓 那兩天可能就要了 對 其實我行醫這麼多年 最讓我們會錯 其實我不怕癌症 癌症都告訴你說 我診斷出來還有多少的時間 我們可以做這樣治療 我們最怕的兩個一個就是 心臟直性的問題 跟腦血管 就有可能突然 你搶救都來不及 心電圖可不可靠 我就舉一個案例 其實心電圖 其實大部分我們都 躺在那邊休息 量個10秒鐘 只能代表你那10秒鐘 是OK的 我不知道你下一個 下一秒鐘 會不會發生什麼事 所以很多心率不整 他們會背一個 24小時的心電圖去 你搞不好只有晚上 會跑幾次心率不整跑出來 另外假設 我就乾脆把你誘發 讓你運動 運動心電圖 或打一個藥劑 打到你讓你心跳突然 跳很快 跳很快 那叫做核子醫學心臟攝影 等等 用一個比較有壓力 那可以把那個誘發出來 誘發出來你就知道 到底你心臟是不是 部分瞎窄的 所以心電圖是一個 那它 心電圖那10秒沒問題 不代表你的心臟沒問題 大家有這個概念 我那時候我在 第一年當主治醫師的時候 我到金門花崗石醫院去接受 去支援 那一年去支援的10個專科醫師裡面 剛好沒有 有腎臟專科 有眼科 麻醉科 什麼科 沒有心臟專科 所以那時候我們內科醫師都要 我們所有的大家都要 輪流值那個急診 那一天我在值急診的時候 住院醫師就打電話來說 洪主任 洪主任不好意思 那個有一個很危急的Case 他說可能是急性心肌梗塞 我想是 我們這邊沒有 我們那個醫院沒辦法做新導管 我們在金門 在金門 然後那個 我就去那裡看 那個 住院醫師把所有數據一看 我看就沒錯 他的心電圖就是那種急性心肌梗塞的 心電圖的變化 那心肌酵素都出來了 那病人就在那邊悶 冒汗 那我在想怎麼辦 那我就跟他太太講 要搶時間 我們在急性心肌梗塞 叫時間就是肌肉 什麼叫時間就是肌肉 你延後時間你的心肌就壞死更多 壞死更多 你救回來 有時候都要換心臟 都沒有用 我那時候就跟他太太解釋 我可能要幫你做一個叫 血栓溶解的治療 我都還沒做新導管 但是血栓溶解治療風險很大 其實心臟科醫師 他們每一年常常做很多醫療中 比如說血栓溶解是什麼 我打一個溶解劑 把你所有的血塊給溶解掉 可是有沒有想過 你以前如果這一年內有開刀 可能把那個傷口繼續流血 你如果爐內出血打一打就中風 所以是有可能有 所以我們一定要簽同意書 跟太太解釋 那太太說這麼危險 他知道我不是心臟科醫師 你知道更危險 然後對 他會說 他會說同意 同意你確定診斷沒錯 他為什麼他質疑我 他說他先生是校長 每一年都有做心電圖的檢查 每一年都正常 那為什麼會急性心肌梗塞 那我說當然是有可能 我就跟他解釋 那我還是後來還是跟 跟他講還是打了那個血栓溶解劑 那我就安排那個直升機 請一個住院醫師 跟一個護理人力 那個就直接運送回那個台北 那到台北完之後 診斷後來導管做的是 他後來還是要做那個繞道手術 不是簡單的那個就可以處理完了 那兩個月之後我就看到他了 他又從金門之間安全出院 然後回來 謝謝我 他非常謝謝我 就要請我去他們村莊要辦的 請我們吃飯 他說那邊的那個醫學中心 醫師說還好我們這邊 金門那邊處理得當 所以他的心臟都沒有任何的那個 受損 其實他還是可以當他的校長 所以他是非常謝謝 這是我的一個經驗 就是說心電圖每一年都正常 那不代表你不會下一年度 不會心肌梗塞 大家要這樣幹 還是誰 不是醫師照顧你的身體 你每天要聽你自己身體的聲音 你早上起床 腰就莫名其妙痛起來了 這邊就痛起來了 要觀察一下 不能拿那個體檢報告 就是一個保證書 沒有這件事 之後怎麼說 人喔 不能僥倖 對 像我就是僥倖 那一檢查出來就倒 不是 我跟你講 因為我那時候是我國中的時候 然後有一天就是上課 上到一半 不是大概坐課桌椅上嗎 然後上一上... 我是突然心臟很痛很痛 然後我整個人是縮著 然後直接從課桌椅上 直接摔到地板上 我完全不能動 是這麼痛 然後那個時候 學校把我送到急診之後 他們就說 要照心電圖 要做什麼初步的檢查 可是很奇怪 我躺到病床上 照完心電圖 他說 你在痛什麼 他就說 你是不想上課吧 然後我就想說 我有沒有必要拿 我自己心臟的開玩笑 可是真的抽血跟心電圖什麼 都沒事 一直到二十幾歲 就開始做健康檢查 有一年 就是做到心臟這一顆的時候 那個醫生就說 來 然後就聽診 他聽好久 然後我就想說 你到底在幹嘛 因為他就拿一個聽診器 到我這邊這樣 一直晃... 他說你的心跳很怪 他就說 你休息五分鐘 我們等一下再聽一次 然後再五分鐘之後回來聽 他說 他說 你是不是很少做健康檢查 太緊張 所以心跳那個心率才不整 然後讓你休息一下就沒事 然後那時候 健康檢查報告表出來 都完全沒事 一直到前一陣子就是 因為我現在有在那個中醫 就是在調身體拔脈 還有那天也是拔很久 就一直握著我的手 一直在這邊這樣 他說拔你還是拔你 拔... 因為他偶爾看很久 看一兩年了 然後醫生就說 我一直懷疑你的心臟有問題 他就突然講 我都沒有講我心臟以前有什麼事 他說你這個 有沒有曾經發生過類似什麼疾病 我就講了前面的故事給他聽 他說你這個如果是 像我現在很嚴重懷疑你 應該是二肩半膜脫落 就是脫垂 他說如果是這樣的話 有時候再做一些 就是什麼心電圖抽起來 他說那是不夠的 他說你要做更精密的檢查 才可以知道你心臟周圍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我到現在都還沒有檢查 可是你有上健身課啊 心肺課對不對 對 可是我有一個問題就是 照理有二肩半膜的檢查 是很喘耶 醫生跟我講完之後 我才發現其實平常在沒事的時候 我可能運動 或者是我在跟一個人講話 我很常會用 就是很大的一身呼吸 就是我才會吸得到空氣 一般就是做 心臟超硬波的檢查 才可以檢查二肩半脫垂 對... 那你剛剛講的心率不整 其實也是滿常發生 就是說 其實他心率不整 沒有發作的時候 有些人他心臟多一條電路 可是其實他沒有發作的時候 完全是正常的 可是他發作的時候 心跳一下子從70跳 一下子150 200 所以呢 如果他在做肌肉運動的時候 很有可能發生休克的情形 我們常聽到那種爬馬拉松 有時候突然發生 或許是有可能是這類的患者 他很年輕 他體力都很好 心臟有四個半膜 一個叫二肩半 一個叫三肩半 一個叫肺動脈半 一個叫肺動脈半 那我們常聽到的 所謂的二肩半脫垂 它其實是借在... 醫生你現在不要看著我講 那根拔牙有 其實這很多人都有 它其實是心房跟 左心房跟左心室之間的一個閘門 正常來講 我們心臟收縮的時候 這個閘門要關起來 血液才會順著大動脈打到全身 那有時候有些人 他先天這個閘門 關不起 長得比較長一點點 他關的時候會有點凹 所以他有叫必鎖不全 對 關不緊 那這時候 心房的壓力會有點上升 有時候會胸悶 是因為這個關係 然後這個逆流的情形 通常不會太嚴重 但是如果說真的很嚴重的話 通常還會合併一些喘 不舒服 拔牙素一直說 因為它這瓣膜有一些 可能比較脫垂比較長 有些要做牙齒的治療的時候 它可能需要一些抗生素的預防 預防一些心內膜炎的感染 別忘了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 並按下鈴鐺收看我們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彩內容嗎 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 來吧 有多一點 我們會在他家中的音樂 試試看更多的 照片 我們會記得